他建于日本 最终又被日军击沉 他维护共和 载着孙中山逃出升天 他离其调动 被国共分裂埋下了隐患 他就是中山舰 一艘排水量不足千吨的小型舰艇 从1913年服役到1938年沉默 毕竟25年 见证了从清朝复灭 到抗战爆发的激变中国 如今他被打捞复原 静静成立在武汉的中山舰博物馆 二不是说北洋番外篇 中山舰传奇 自从甲午中日一战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清朝将着重建水师 于是1910年 在日本订购了两艘军舰 结果没等军舰造完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 大清掀完了 没人付尾款了 日本人赶紧来中国找袁世凯 袁世凯乐呵呵的付了钱 相当于半价 把两艘船开回了国 这里面有一艘名叫永丰号 就是后来咱们说的中山舰 当时的国内 北洋派与孙中山势如水火 等到袁世凯一死 段祺瑞执张北京 为了通过对德宣战案 搜罗了一批流氓 组成公民团围攻国会 殴打议员 后来这招在100年后 被美国前总统川普学去了 在今年1月6日 煽动川粉 占领国会山 让全世界震惊 在当时的中国 国会被围攻 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海军组长成碧光愤然辞职 带着永丰舰在内的海军 投奔孙中山去了 直到此时 永丰舰都只是一艘 积极无名的小炮艇 真正让他出名的 是1922年的616事变 当时正值二次护法战争 关于护法战争的始末 大家可以关注 二不是说北洋的第三起 说回护法战争 当时南方军阀 挤走了孙中山 和北洋政府和谈 孙中山离开广州后 继续力量卷土重来 从贵习军阀手中 夺回了广东 建立了北伐军的大本营 准备武力统一中国 实现共和 可越习军头 陈炯明等人 只希望固守广东 不愿北伐 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 终于在6月16日凌晨 孙中山在广州总统府 接到电话 说是陈炯明造反 要抓捕孙中山 孙中山却犹犹豫 不知该不该撤离 因为此时 他的夫人宋庆龄 身怀有孕 行动不变 到了这生死存亡的关头 宋庆龄一力劝说 孙中山先离开 自己挺着大肚子 带领62名卫士 坚守总统府 为孙中山的撤离 宁得时间 于是 6月16日凌晨 中山先生化妆 逃离总统府 直奔永丰剑而去 他刚离开半一个小时 越军就到了 宋庆龄带领卫士 与前来捉拿孙中山的越军 激战起来 这一战 为什么简直化成斯巴达三百 哦不 是62勇士 硬是跟几千陈九明的越军 打到了中午 打死打伤三四百名越军 最后因为弹药不够 这才撤离 保护孙夫人逃出险境 62人 只有5人受伤 全部幸存 宋庆龄逃出之后 与孙中山相会 之后达转香港 上海 可惜 经此一役 宋庆龄受到惊吓 又劳累奔波 不幸流产 从此再未胜利 孙夫人离开后 孙中山再无后顾之忧 就在永封剑上指挥海军 对陈九明不开炮 双方僵持不下 但越军控制暗炮 逐渐包围着永封剑 此时 蒋介石赶到 登剑与孙中山会合 二人最终在陈九明合围之前 称永封剑离开广州 经此一战 靠着永封剑 孙中山逃出升天 在一年之后 孙中山宋庆龄夫妇 特意登剑 感激救命之恩 1925年 孙中山先生病逝 永封剑也改命中山剑 用来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贤 孙中山虽然逝世了 但中山剑的传奇 才刚刚开始 时间一转 到了1926年 此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 国民党尊重孙中山秉持的 联俄融共政策 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合作 要北伐推翻北洋政府 于是 大量的共产党人 包括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内 都在广州政府任职 而此时的中山剑舰长李志龙 也是共产党员 当时 广州政府内部鱼龙混杂 各方势力盘根错节 由苏联顾问 共产党 国民党 而国民党内部 又分成三派 由汪精卫 支持联俄容共 有西山派 反对容共 再也就是蒋介石的军人派系 此时的蒋介石 正是黄埔军校校长 手握兵权 而以他为首的军人派系 保持相对中立 这就好比美国拜登和特朗普斗争的时候 特朗普要拉美军司令给自己撑腰一个道理 汪精卫和西山派 两边都要拉拢蒋介石 蒋介石帮谁 谁就占上风 在这种纷乱的背景下 李之龙把蒋介石推到了汪精卫的最立面 李之龙和李云龙一字之差 李云龙炮打平安县城 在近西北闹出了大乱子 李之龙也不妨多让 在越中南的广州引发了赫赫有名的中山舰事件 让本就复杂的广州政府更加混乱 1926年3月18日 李之龙突然调动中山舰从广州驶向黄埔 同时市面上传出留言 说是李之龙要把蒋介石绑架到苏联去 蒋介石立刻下令 说李之龙擅自调动军舰图谋不轨 把他撤制逮捕 同时包围苏联和共产党机关 并把周总理为首的一杆共产党员 清除出黄埔军校、海军和第一军 国共双方从此走向分裂 一年后蒋介石发动所谓清党 大肆不杀共产党员 国共双方彻底对立 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进城导火鼠 就是中山舰事件 关于李之龙调动中山舰的原因 疑电重重 众说纷纭 有的说是西山派伪造命令 引发蒋介石和共产党的矛盾 打击汪清卫 有的说是汪清卫的命令 蒋介石误会了 以为是要对自己下手 这才反戈一击 还有的说是蒋介石自倒自演 是他自己下的命令 又贼喊捉贼 就是为了清除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影响 把枪杆子抓到自己手里 无论真相究竟如何 中山舰都是这次事件的主角 时间再往后推 到了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中国海军还是靠北洋的那几艘老船旧炮 日本海军已经作用航空母舰编队 正面对抗难有胜算 于是海军全部退入长江 变成了长江水师 此时的他们忍辱负重 把军舰上的主要舰炮拆下 装到岸边的攻势充当岸炮 在江一里 40多艘商船和军舰自沉长江 阻隔航道 延缓日本海军沿长江袭井 终于 在武汉金口 中日双方爆发了唯一一次较大规模的水上作战 这艘中山舰在拆下主舰炮之后 遭遇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 6次被炸弹命中 仍然英勇不屈 孤舰抵抗 舰长萨师郡一条腿被炸断 坚持不退 是与中山舰共存亡 最终 中山舰被击沉 舰长萨师郡 以及数十名官兵 壮烈牺牲 这 就是中山舰最后的荣获 改革开放之后 中山舰被重新打捞出水 并进行修复 如今 他静静地陈列在武汉中山舰博物馆 默默诉说着 他的传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